這就是一盤像蓮花一樣 蓮花的那個冷盤 小菜 這是新鮮的番茄 今天我們做一道非常簡單的小菜 甜菜 酸酸甜甜很有古早味 那就是材料很簡單 就是番茄跟蒟蒻 那等一下我們蒟蒻把它拆開來之後 把它放在熱水中先煮過一遍去腥味 我們把買回來的蒟蒻絲放在粉水中 先煮過去它的腥味 我們可以放個兩片漿去腥味 味道最主要是古早味的酸梅粉 這個酸梅粉我們大概是兩大湯匙 比較健康的椰中糖 也是兩大兩大匙 然後我們加 加適量的醋 白醋 然後把它均勻攪拌之後 可以試試看酸甜度怎麼樣 如果說想要酸一點醋就可以多一點 那甜一點的話 那糖就可以多一點 我今天是用比較健康的椰中糖 然後我們可以放一些薑 我們再把這個剛才煮好的蒟蒻 放過來跟醬汁攪拌 這是一道非常開胃的小菜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洗好準備好的番茄 拿來切片 然後跟蒟蒻放在一起 片把它切三片 我們把它依序擺在盤子中 然後我們再把剛剛準備好的這個蒟蒻 放在中間 然後我們把它切成成小菜 把蒟蒻放在一起 我們大概會不會把蒟蒻 5品塩 一下 这就是一盘像莲花一样的那个冷盘小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